大家好 今天工聯會的權委、保安和清潔兩間工會都約了勞福局 今天處理局長徐英偉見我們 我一直跟進最近外判制度改革的情況 正如昨天麥美堅議員在特首答問大會 我們都是追行政長官 故之言外判制度改善改革的檢討是一件好事 但政府的非技術外判 新舊制的問題都即將要面對 四月之後行的新制合約 對於舊的來講工資上可能會多了 有一個合約籌金 總收入的6% 還不用跟強積金對沖 又有國裂天氣下的公伴 頭一個月就應有公眾及其等等這些多出了的權利 當然我們表示歡迎 但同時間我們都收到很多舊制的同事都希望能夠政府一事同仁 是作出一個補貼的安排 不希望出現同工不同酬的現象 除了同工不同酬造成不公平之外 我們都很擔心雖然新合約的故之人開心 但舊的合約的同事是否會流失去新的合約 而影響了現有服務 甚至乎繼而引發起的工潮跌起 很多人會爭取公有爭取合理權益 但會不會導致很多不必要的爭拗呢 所以今天我們其中一個反映的重點就是 正如昨天我們向特首所說 政府要為舊的合約提供一些補貼 特別是在工資上要有額外的補貼 和約滿籌金都要有個安排 另外一個我們今天會面的重點內容就是 關於外判制度、新制度的一些細節 其中一個得到的答覆就是 約滿籌金 應該是這樣的說法 合約籌金 就勞福局明確答覆我們是不會和強積金對沖的 這個安排我們表示歡迎的 但同時間我們都有一個關注 既然是不同的強積金對沖 那即是僱主要給這6%的合約籌金 那有些僱主會不會為了節省那6% 而在員工做到第10個月、第11個月 還未到12個月之前 藉著各種理由去解僱員工呢 因為政府現在提出這個改善 合約籌金要做滿一年才有的 那會不會有僱主 無論有僱主走這個法律 或者省錢呢 這個點我們是很關心的 因此我們都希望 政府修補這個漏洞 合約籌金就沒有一個年期 或者一個做滿多久才可以拿的問題 一入職就可以按照他做的時期的人工 乘回6% 作為他離開合約時間的一個籌金 另一方面我們很關注就是那個計分制度 那計分制度其中一點比較大的改革 就是那個服務評分裏面的一半 技術評分裏面的一半 就是以往是73 價格是7 三成是技術評分 今次的改革是 一半是價格分 一半是技術分 在那一半的技術分裏面 又有四分之一是這個 薪酬待遇的 那即是佔總分的12.5分 這12.5分 怎樣去計 去令到是有一個足夠的誘因 令到僱主願意給多些人工呢 這方面呢 我們都追緊農福局 是不是有一個清晰點的指引 給其他的四大部門 或者其他部門去招標的時候 有一個充足的好的方程式去計 因為現時呢 其他部門呢 計這個 就是在那個 工資評分那個計算方法呢 我們覺得是 未能夠很有效呢 去令到僱主呢 很有動機 去給一個較高人工的 所以我們希望這個計算方法呢 都有優化的地方 那麼其中一個優化的點呢 就是說 如果他新系合約提出的工資 是低過舊合約的話呢 應該這12.5分呢 是給零分他的 是給零分他的 因為過去呢 我們都倡議呢 就是舊合約 不 sorry 新合約就一定不可以 低人工過舊合約的嘛 但是政府一直都不肯答應 以自由市場競爭 自由競爭為一個理由 我們建議政府 就算你這樣不答應 你能不能夠在計算制 那裡 如果他真的出了很低人工 還低過舊合約 就給零分他 這個做一個住腳 那麼另外 如何透過計算制 鼓勵僱主呢 是要給高些人工呢 這方面我們覺得 政府呢 是應該要有更加實際的 更好的計算方程式 那還有呢 就是都關心到 接下來最低工資都會 加到三十七個半 那麼我們看回政府的數據呢 會接下來都是有大量的 政府外判員工 是剛剛貼著這三十七個半 因為現在很多都是三十四個半 三十五個半 三十六個半 它一升升到三十七個半 是升了 但是都是貼著 最低工資那條線的 可以看到呢 其實政府的外判員工呢 是仍然是受住一個低工資的情況 所以政府在那個檢討 外判制度的同時呢 那些細節不能夠忽視 不希望呢 是出來那個檢討 或者是那個 那個部門實施的時候呢 就雷聲大 就雨點少 大鑼大鼓做改革做檢討 但實際呢 我們前線員工呢 那個受惠呢 就非常有效 這件事是我們很不希望看到的 那麼 接下來下個星期二 人力事務委會不會呢 政府都會就住 外判的檢討呢 會 諮詢回立法會的意見 那我們希望呢 除了今天的會面之外呢 政府是真是用心呢 去聆聽前線員工的訴求 從一些實際的出發 不要呢 將這個檢討呢 粗粗疏疏 就做完它 是希望能夠真是做到一個 帶頭作用呢 去洗脫呢 政府呢 經常被人說是 無良僱主 帶頭呢 就是做貧窮的一個 罪惡和首之一 那麼我們希望這個 對於外判的檢討 是能夠做得好 看看各位傳媒朋友 還有沒有地方想我補充的呢 其實呢 我覺得 香港的工資水平呢 在全世界的經濟發達地區 其實都是偏低的 除了是說最基層的 受惠豬最低工資 其實我們多年來 都是覺得這個最低工資 是偏低 是要追落後 今次三十七個半 加三元 這個是勞工界 雖然距離我們的訴求 距離勞工價 包括工聯會 四十元以上 有少距離 但是加三元呢 我們覺得是可以接受的 因為都是略高於通脹 也追得上 一定追得上 一定程度上 追得上的經濟增長 但長遠來說 都是低於經濟增長 這麼多年以來 所以我們覺得 將來的 最低工資的檢討 一定要加大 考慮 分享經濟成果 這個部分 和經濟的增長 最少要同步 至於你說 所謂的 是一個負責任的做法 來的 其實商界僱主 作為做生意 出人工 是一個必須要的成本 是吧 他將這些事 即是分享經濟成果 我們打工仔應有的一部分 不論是 你說 拿最低工資的 或者 比起最低工資高的 員工 其實我們都是一個應得的 在經合組織來說 我們那個 總 全港的打工仔 那個工資佔的GDP 其實只有一半左右 50%左右 這麼多年也是 90年代到現在也是 但其他經合組織 就是經濟發達地區 通常都是六成以上 所以可以這樣看 香港的打工仔 透過工資 一個初次的分配 去分享經濟的成果 仍然是一個 較低的水平 因此我們覺得 商界這種說法 是不負責任 亦都沒有作為一個 負責任的僱主 一個有承擔的說法 好 謝謝